阳光、水分和营养物质是植物生长的三大要素 如何才能做到既保证蔬菜得到足够的水分 又能大量节约宝贵的水资源呢 滴灌系统可以满足这两个要求 而且还能使你省时省力 自从用上滴灌这种先进的灌溉设备以后 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个系统 所以我想把它介绍给大家 下面就来说一下滴灌系统的六个优点 一,可以节约30%到50%的浇地用水 常规用的喷头浇水会使大部分的水留在地表层 水分很快就蒸发掉了 起不到滋润蔬菜的作用 而滴灌的方法是把少量的水 直接浇在植物的根部附近 植物可以直接吸收 尽管离根部较远的土壤依旧干燥 但植物不会缺水 二,节省时间 用了滴灌系统浇水 打开水管上的定时器 设定好浇灌的时间就行了 倒时间计时器会自动关水 这样非常的省时省力 三,保持土壤结构 用喷头浇水或是用慢灌的方法 长期会造成土壤的冲刷压实 严重时会造成土壤板结 而滴灌是让水分缓慢均匀地渗入到根部附近的土中 不会破坏土壤结构 四,有利于植物根系生长 用喷头浇水时 相当大的一部分水是留在地的表层 而且水分快速蒸发 使水不容易渗透到土壤的深层 而滴灌的方法可以保证足够的水 直接渗透到深层的根系部位 这样有利于根系的健康生长 使植物有更强壮的根来吸收水分和营养 五,预防病虫害 滴灌是直接将水浇在植物的根部 不会把水喷在植物的汁液上 这样就会大大减少植物并虫害的发生 六,减少杂草生长 因为滴灌系统是将水浇在植物的根部 大部分土壤表面是干燥的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杂草的生长 根据以上这些优点 可以说滴灌系统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浇水方法 自己建立一个滴灌系统并不难 如图所示 它包括了五个部分 一,水龙头处的分支开关 二,计时器 三,主管道和三通接口 四,次级管道及接口 五,出水口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的滴灌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这个是从水龙头出来接计时器 然后是一个分叉 每一边有一个分开关 这个就是主管道 主管道一般走在菜床的一边 然后从主管道上接出次管道 这是出水口喷头 喷头的出水量是可以调的 需要时也可以完全关上 这是主管道末端 折回来封口 这个系统很容易安装 我们现在就来用我们还剩下的一些零件做一个示范 这是主管道和三通 次级管道和连接主管道的接口 然后是出水口 先把主管道套上三通 用于不同地块的分支 然后把次级管道的一端套上接主管道的接口上 另一端接上出水口 这个接口的另一端是尖的 可以直接插进主管道 这样一个出水口就安装好了 可以根据需要在主管道上 安装许许多多的出水口 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了解和使用低贯系统有帮助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